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 多位大陆学者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解读 赖此次讲话延续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 相关言论具有严重欺骗性 岛内民众和国际社会需看清其台独本质 对两岸关系带来了威胁 威胁了台海的和平稳定 他的实质和本质是没变的 还是一个新两国论的一个格调 对缓和两岸关系没有任何的帮助 对缓和台海形势降低冲突 甚至于战争的这种危险没有任何的帮助 他的核心还是两国论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楚 赖清德的一个台独的真实面目 他依然还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是一个顽固的台独分子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刘国申指出 赖清德双十讲话和其前几日的祖国论 都是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包装分裂国家的图谋 赖清德在讲话中声称 台湾要继续站稳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地位 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乌永平对此表示 所谓民主供应链的本质是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 这是赖清德兜售新两国论的新动向之一 把台湾问题国际化是台独的一个新的动向 这是赖清德从520开始极力强调强化的一点 520之后利用各种场合 把台湾和国际社会紧密做一个连接 这是拉国际社会为台独背书 刘国申表示 在当下全球供应链体系中 台湾占据一定比例 赖清德因此想在这一问题上做文章 搞脱钩锻炼以切割两岸市场 并向美西方反华势力靠拢 其目的是通过所谓价值观层面的效忠 取得同情 理解甚至支持 他是向美国有些反华势力靠拢去取卵 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些效忠表白 加入全球民主供应链等等 取得一些同情或者是理解甚至支持 不管他的新两国论也好 或者是所谓的全球民主供应链也好 这是他一厢情愿的他的一个认知 他的一个主张 国际社会其实在大陆跟台湾 是一个国家在问题上 是有一边倒的共识 但是他是没办法在国际主流社会上被接受的 有分析指出 赖清德的双十讲话 对岛内民意关心的民生议题开出许愿单 但两岸关系的动荡 无异于解决缺电缺水缺人等 台湾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他这个讲话应该来说 对台湾的那个老百姓 甚至于某一些政党人物 都具有欺骗性和蒙蔽性 台湾民众他就是说 不想再去过这个五缺七缺那种日子 还是想过这种和平安定 福利有增长 前途有奔头的这种好日子 但是赖清德上来之后 他并没有做这些事情 反而就是说不断的在两岸挑事 让那个台湾处于这种动荡不安当中 那老百姓当然不支持他 经济民生是台湾民众高度关切的议题 刘国生指出 赖清德当局目前不能在原则框架上改变其两岸政策 和谈改善导内民生 若其真心推动台湾社会向前发展 应谋求和平稳定的两岸环境 推动两岸相向而行 相互扶持 共推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那么我们希望民进党当局要回归理性 而不是一厢情愿的 要分裂国家 要把两岸朝两国的方向去推动 这样是原木求一不可能得逞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